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先生 另外一位是央广财经评论员王冠 欢迎二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提到 将以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四大中心城市 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做优 做强 2018年到现在 港珠澳大桥 广深港高铁 等很多项跨境重大基础设施开通了 在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进程上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通过短片 先来看一下 在珠海高栏港经济区 一箱箱打包完的电子产品正在紧张装车 今天他们要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中转 再发往欧美以及全球各地 以前出口货物主要通过船运到香港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 珠海到香港的陆路时间 由三个多小时缩短到一个小时 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 如果是通过船运的话 是要两天 今天发货明天到 那现在通过港珠澳大桥这一个 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张车 一会儿十二点钟发车 中午两点就到香港了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 让珠江西岸与香港首次实现陆路直连 交通效率的变化 也将给珠江西岸的物流业和制造业 带来新的机遇 一天可以跑四个来回 之前一天或者一天半 才做完整一个业务 公司业务量比之前增压了200% 每天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 珠海恒秦新区出台了扶持跨境电商发展 暂行办法 从落户仓储物流通关融资等方面 对恒秦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和物流服务企业 给予补贴 每家企业每年最高服务金额为1000万元 同时 恒秦新区还针对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规划 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 目前正在搭建跨境电商通关监管中心 目前也已经完成了这个跨境快速通关的信息化系统的对接 在我们这个监管中心放心了以后 在港珠澳大桥那边也会有相应的识别 简化了通关的有程 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呢 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个规划纲要 这规划纲要的内容呢 内容还是挺多的 我们也集中多看了一下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呢 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这个分长短期两个目标 冯先生先跟我们说一说 如果想实现这些目标 您认为我们最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 这个粤港澳湾区啊 我们今天讲的粤港澳湾区的这个合作 实际上来说呢 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那么呢 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城市 特别是广东的一些城市 就有很多投资贸易合作 近些年来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呢 合作越往后 我们发现的阻碍 这种合作最重要的是 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障碍 那么以体制机制的这种创新 来促进越港澳湾区的合作 这就成为未来呢 这个必由之路 也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 才能释放大湾区的活力 这个体制机制呢 讲的呢很出向 但是实际上呢很具体 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到这个广东去 那我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香港人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到这个广东这些地方来工作呢 他们就跟我讲 我到这地方工作 我虽然很希望到这个深圳啊 到东莞啊来工作 但是我来了以后呢 我发现的内地的税收比在香港的要高 内地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保制度 比方我们的社保交满了15年 那么呢才可以允许 养老金 你中间如果断了以后 手续非常麻烦 还有一个呢 如果是香港的企业在内地设厂 每年到年底年减的时候 会收取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税费 也就是说呢在内地和香港 它要同时去征收你的有关的费用 这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还有一些通关啊 还有一些器材的这种运输啊 等等方面 都有一些不便利的一些地方 这些实际上都属于体制机制的一些障碍 它影响到我们人流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这些要素流动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以体制机制的这个创新 来释放大湾区的回忆是下个阶段 那个粤港湾区合作呢 朝着深入方向发展 这样一个呢关键之点 王冠觉得重点在哪 我跟冯老师的铁 想为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湾区啊 也许对于我们内陆的观众 和我们北方的观众有一点 对那么湾区实际上 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一个 或者是连着几个海湾和港湾 加上相应的海岛 所组成的一个经济 非常活跃的地带 一会我们也会被大家来举例子 比如离我们最近的 全球也是最具影响力的 像东京的大湾区 然后美国呢 它西海岸的是这个旧金山的湾区 那么东部的是纽约的湾区 在全球都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粤港澳本身拥有着 非常优越的这种地理条件 而今天我们在跟大家探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纲要 我觉得一方面既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伟大成就的体现 同时也是非常清晰的体现出了我们下一步战略发展的规划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在80年的时候 香港的GDP是整个广东省的大概是1.3倍 而今天香港的GDP和深圳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就具备了我们协同发展的一种可能 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是简单的说经济不在一个时代 今天在一个时代了 同时还要面临着下一步如何和全球一级的湾区 去进行全球化的竞争 所以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是用中国经济的明星阵容来投身到全球竞争之中 我们刚才开篇就说到了F4 我们香港加上澳门加上我们内地的深圳和广州 这是我们可以说是内地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实力的一线的四个城市 加上当然我们整个的内地广东是九大城市一起组成了这样一个明星阵容 看看能不能来探索到我们整个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这种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 如何能够区域协同更形成合力的发展 刚才王冠提到了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湾区 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和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些湾区呢 把产业的重点究竟放在哪都有什么各自的特点 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呢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产业湾区 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三菱 丰田 索尼 这一大批世界500强的企业总部都在这个湾区里面 还有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游戏动漫和装备制造等等等等 很多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再来看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主打的产业是金融业 金融业呢我们都知道的华尔街 纽交所都在这里面 美国七大银行当中的六家也都在这儿 全美最大的500家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总部 在纽约湾区里面 另外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很熟悉的 联合国总部大厦也是在纽约湾区里面的 另外就金山湾区主打的牌呢是科技牌 他说世界上非常著名的硅谷 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个就金山湾区里面 斯坦福和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就是我们常说的UC Berkeley 还有20多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最重要的我们很多这个高科技企业 谷歌 苹果 特斯拉 Uber 这些科技巨头总部也都在这儿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 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大湾区了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三个关税区 四个核心城市 这是最基本的特点 再来看看它囊括的地区 刚才王冠也提到了2加9 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和珠三角的九座城市 分别是广州 深圳 东莞 惠州 佛山 赵庆 珠海 中山和江门 其实查了一下数据 GDP的增速如果这四个湾区相比 我们的增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人口大概有6000多万 好像也是这里面最多的 面积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冯先生能不能跟我们横向再对比 再分析一下我们的优势和短板究竟在哪 我们着重的发力点 接下来又应该放在哪 针对我们的短板和优势 那和世界上其他的三个湾区相比 我们的特征很明显 就是形态上显得很大 总量大 总量大 我们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面积是5.6万平方公里 人口差不多将近7000万 700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国际上来讲 就是差不多是在德国和法国 它俩次于德国人口 但高于法国的人口 基本相当于法英的这个规模 我们的经济总量 刚才讲到了 超过2017年超过10万亿元 10万亿元在世界上 单纯从国家这个经济体上来说 也差不多相当于第七位 我们现在整个粤港澳湾区 如果我们从整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集装箱吞吐量来说 是其他三个湾区总和的增速 差不多是其他湾区的两倍以上 按照这样一个速度下去 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指望 我们这样一个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它的经济的总量 是超过其他的任何一个湾区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不要忘了 长期大 但是并不强并不优 我们以这个数据来讲 如果从人均的GDP上来说 粤港澳大湾区 人均的GDP差不多相当于 这个 两万美元 相当于纽约湾区的百分之三十多 相当于东京湾区的百分之四十 那比这个西海岸这个湾区呢 要更少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左右 同时我们发展的很不平衡 你看这个香港和深圳 如果它的人均的产出 比赵沁比江门这些方法差不多呢 相差在两倍到三倍 两倍到六倍 甚至更多 对 然后呢 这个粤港澳湾区的这些城市 和粤西粤北的城市呢 差距也非常大 就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 同时并存 所以未来呢 这样一个区域 怎么样由大变优变强 我觉得是他们的必有之路 其实通过数据看我们差距大 差距大意味着空间大 进步的空间大 王冠觉得我们怎么能弥补这个 自信和挑战并存 首先这已经是我们 中国经济的 可以说是王牌阵容了 那么刚才冯老师也谈到了 整个的我们总面积 不到国土面积的1% 人口大概是我们 占到总人口的5% 但是我们创造了 因为10万亿人民币的GDP呢 是占到我们整个GDP总量 超过10%了 我们占到1%了 但是刚才的差距 我们说到我们相当于 这个以加州为代表的 旧金山的人均产值的 只有1% 那么接下来 如何能够见闲思奇 同时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的 各自的比较优势 来形成合力 我觉得这个往前的纵深发展的空间 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规划纲要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其中有一点 说我们的重点 要放在创新上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 越港澳大湾区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百分之一 人口数量不足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经济总量却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 过去一年中央成立了越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一批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我们越港澳大湾区有十万亿人民币的体量 我们有270个产业居行 330个专业市场的覆盖力 这给科技成功的转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深化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是重中之重 去年一年 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诸如 港澳居民居住证等便利港澳同胞 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 促进大湾区内人流物流等高效便捷流通 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也陆续出台措施 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科技合作 将港澳纳入国家创新体系 不仅如此 中科院目前也在积极参与打造 越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32亿元资金聚集广东 将建设多个大科技工程 我们现在大概有50来个团队 三分之一跟香港的教授在合作 那么在国际上面已经产生一定的影响 广州明确将深度参与建设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佛申提出要围绕装备制造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深圳则明确打造越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 建设越港澳青年创业区 我们政府打造的这个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为港澳青年的创新团队提供了6到18个月的免费办公空间 各项的市场推广活动也都是免费的 今年 越港澳三地将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 突破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制约瓶颈 构建起跨区域 跨制度的开放协同创新体系 提到这个创新体系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一个问题 刚才王冠也说了 这是一个2加9的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了 首先说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 然后经济基础不一样 科技实力更不一样 货币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冯先生觉得如果我们协同搞创新的话 这个协同的点在哪 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加协调起来 那我觉得创新呢 就牵涉到我们要培育创新的主体 要呢这个供应供起的一些创新的基础设施 要建设一批创新的平台 那在其中呢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要将越港澳湾区统一 纳入国家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 由于我们存在着一国两制这样一种制度 那实际上来讲呢 这些创新资源 我刚才讲的这么多平台啊 设施啊 原先它并不是完整的处在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系当中 所以未来的统一的完整的创新体系建设非常重要 那在这当中呢 我又觉得呢 非常重要的是要扩大共享应用的这种范围 对对 来引领机构与设施的布局 我们在内地 特别是在广东 这个九个城市布局的国家的一些重点实验室 重点平台 那它就应该呢 面向港澳地区 允许他们来更充分的使用 同时呢 这个也应该更好的利用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广州 这个深圳 香港 澳门 这样一个科技走廊 来布局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 这样便于呢 这个越港澳湾区 大家共同来使用这样一些设施 利用这些平台 在一些体制机制还没有调整到位之前 我也建议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呢 一些创新的一些空间 比方说已有的国家的这个实验区平台 或者一些高新区 这样一些平台 利用这样一些平台呢 来做一些这方面的一种誓言 推动 共享应用 我觉得可以未来为这种要素的流动 创造一些条件 文贯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可以说 刚才我们谈到的全球各大湾区的竞争 乃至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 实际上就是创新能力 以及创新能力转化的竞争 我跟大家举一个硅谷的例子 实际上它也是 可以说是整个的旧金山班区的一个核心的代表 那么我在三年前去的硅谷去参观访问 除了参观Facebook Google 还有苹果这些大公司 这些总部之外 一定会 大家都会去一所高校斯坦福大学 金强也很熟悉了 那么实际上某种情况下 我们说硅谷的前身 就是斯坦福大学 用咱们的话说叫校办工厂 就是一批又一批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 去校办工厂去实习 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 然后进行了非常好的转化 今天它成为了全球 以科技去支撑湾区的一个样本 那么成为了大家所有人 去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整个的旧金山班区的人均GDP 接近11万亿美元 这在全球是一等一的一个 非常扎实的一个经济的良性的体量 与此同时呢 回过头来说 说我们的粤港澳的这个大湾区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也有我们现在的局限性 所以我要特别为大家强调的是 要打通梗组 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要探索新的模式 这种梗组 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种货币 三种关税等等 这都是非常明显的 现有的所存在的一些梗组 但是如果能够很好地进行协调的话 我们看这回的整个的这个规划 刚要特别谈到一点 就是各个维度的要素要畅通的流动 那么包括创新的这个人的要素 资本的要素 然后科研的要素等等 各地之间该如何衔接 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 它整个的司法制度 实际上是有着比较强的英式的色彩的 或者说叫海洋法系的色彩 如何和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衔接 它的这种优势的国际的 整个的这种国际港和自由港的这种经验 又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分享 这些其实都值得我们接下来 进行一种很好的融合和探索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其实提到这个大湾区呢 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家可能住在新泽西 如果说一个陌生人问我 说你住哪 我可能就直接说我住在纽约了 因为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近 我说纽约呢 可能不太需要 我再给你做详细的解释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大湾区呢 还没有形成这种身份的认同 冯先生觉得 如果我们也做到像成熟湾区 这种身份的认同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没错 如果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 你比如说到美国的西海岸区 很多人都说我是湾区 实际上它来自不同的那些 中等城市啊 大城市小城市 但是现在在我们讲的越港和湾区 大家都会说呢 我是香港人 或者我是澳门人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是这个广州人 或者我是东莞人 我是深圳人 就是说这个大湾区意识呢 还没有形成 所以未来我觉得 培育和树立这个大湾区意识啊 非常重要 这样的有利于建设 这个创新型的大湾区 去共同体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呢 我觉得不能够的一蹴而就 或者说我们一夜之间 就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大湾区意识 这既不现实 也呢 有也违背了大家的一种 循序渐进这样一种 发展的路径 这些方面 我觉得是要创造条件 不断的通过文化的认同 通过价值理念的这样一些沟通 特别是通过利益 通过发展 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那么经过呢 若干年的努力 甚至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呢 牢不可破的 密不可分的大湾区 文官怎么看 我想为大家强调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起航了 应该说全球都非常关注啊 而临渊限于不如退而之往 我们伟大的祖国 有接近两万公里的海岸线 我们优质的湾区 何止粤港澳一个啊 那么你还有杭州湾区呢 还有这个京津冀的湾区呢 实际上我觉得 我们此刻所探讨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 这个规划纲要 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事情 对于中国下一步 如何形成合力 如何协同发展 如何优势互补 都有极强的探索意义和示范仪 就像四十年前的深圳 是一样的 而接下来我们其他的城市群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长江经济带等等 可以提前动起来嘛 可以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说我们的规划纲要 还没有完全看到呢 或者你看人家这个 规划纲要给了这么多的好政策 把这个香港澳门都加上了等等 那么我们所有人不要等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注定是要去打奥运会的 那你不能全运会冠军 也都是他呀 所以说下一步 我们各个地区 如何能够在整个的粤港澳大湾区 不断建设探索的过程中 也见前思齐 也跟着总结经验 也跟着比照自己 也跟着撸起秀的加油干 我觉得这实际上可能是粤港澳大湾区 对于全中国的一个更重要的示范和带动的意义 其实在这个示范和带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在其他地方 全球化制造 把一个产品 把一个想法变成成熟的产品 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 但是在我们的深圳 我们都很熟悉的华强北 可能6个月 这个全球制造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 现在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腹地非常的广阔 另外呢 而且它分工还特合理 另外这个大湾区 虽然现在它的产业结构不高 但这粤港澳大湾区 是它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 就是它的制造业比例非常的高 工业基础 在其他的几个湾区 它的制造业现在差不多只有10%以下 有些地方只有5% 其他的几个湾区 但是在粤港澳湾区 尤其在广东内地的这九亿城市 制造业的比例 有一个很好的制造承接的能力 那么这种制造业的体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